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5月3号 这几天的热门消息 大陆传出来的消息说 制造EUV光安科技的三大关键技术 都已经开发出来了 距离光安科技的整机开发与生产 已经不远了 我们看看这个消息是不是属实 如果是真的话 将会对全球半导体产业 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进入分析、推论之前 我们先这样说 一旦中国大陆做出了EUV光安科技 其影响将是爆炸性的 不仅仅将重写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版图 而且对美、日、韩、台 等先进半导体制造商 会产生很少的影响 我们先看一下理由 然后再进行可能性分析 第一个理由 全球高端光科技制造商 荷兰的ASMO公司 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是80% 第二名的日本Nikon和Canon 其市占率大约是各10% 问题是 全球会采购光安科技的厂商 寥寥可数 几家大的半导体厂商分别是台积电 韩国的三星 美国的Intel 格罗方达 大陆的中芯国际等大厂 光安科技是特殊领域 在全球范团内的客户不多 如果说大陆的EUV光安科技做出来了 DUV光安科技当然也不是问题 那么 荷兰ASMO公司以及日本的Nikon Canon 其营收必然会大受影响 第二个理由 如果连EUV即使外光刻机都做出来了 这表示 其他的相关设备技术也都不是问题 包括制造半导体所需的化学材料 这个冲击就巨大了 整个全球半导体设备产业链 都要改写 第三个理由 当中国大陆有了国产化的半导体相关技术 其半导体产业生产成本 必然会大为降低 这会严重冲击其他半导体大厂的营收与获利 我们看到 2022年下半年 美国许多科技产业进行裁员 其中就包括了半导体与芯片设计厂商 除了是因为全球芯片景气下滑之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对大陆的芯片出口做出了限制 还有一个原因 中国大陆的芯片自制率提高了 以至于从海外进口的芯片数量减少了 2022年 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 中国大陆从海外进口的芯片减少了970亿颗 比2021年下降了15% 这只不过是大陆芯片自制率提高一些比例 就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 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芯片自制率大幅提高 对这些海外大厂的冲击 将会是毁灭性的 从这三点冲击可以看到 从光刻机到半导体制造设备 一直到芯片本身都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这句话得用英文来说 Change the semiconductor landscape 改变全球半导体格局 因为这是西方最喜欢用的字眼 除了这三项冲击之外 这些半导体产业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 其股价也会遭受致命的打击 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里我们先提个醒 虽然这还没有发生 但是在未来几年 一定要注意 或者说 当您看到今年下半年 中国大陆从海外的芯片进口数量 还是持续减少 那您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样的影响 可能会从成熟工艺 一直深化到高端半导体制造 观察点就是明年初的时候 因为今年下半年的数据 在明年初会显现出来 还有第四个理由 苹果与三星这两家高端手机制造商 将会受到冲击 2020到2021年间 华为手机的全球出货量 就曾经超越苹果 成为全球第二 只是很不幸的 华为与其后遭受美国零技术的封锁 手机销售 一旦中国大陆突破了EUV光刻机 高端手机芯片将不再是个难题 到时候 苹果与三星的高端手机市场份额 将会不保 除了冲击全球半导体制造业之外 对于中美博弈的格局 也会造成巨大冲击 我们等到大陆EUV光刻机具体出来之后 再来谈这个议题 EUV极指外光刻机的三大关键技术 分别是 1.UV光源系统 2.高精度弧形反射镜系统 3.超高精度真空双弓箭台 有关这三大关键技术 光源系统是来自于美国的技术 其余两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技术 在高精度弧形反射镜系统方面 2015年 中国长春光机所 研发出EUV光刻机的 高精度弧形反射镜系统 其多层镀膜面形误差 小于0.1nm 达到了EUV级别的光刻机标准 长春光机所全名是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但是这时候有一个问题 此系统所用的镀膜装置得要从国外进口 这还是要仰赖国外 一旦被封锁了 还是无法进行生产 一直到2021年7月 中科院控股企业 北京中科科美 成功研发出镀膜精度控制在 0.1nm以内的镀膜装置 这才满足了长春光机所 对此零部件的要求 所以 这解决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 2022年 哈宾工业大学 简称哈宾工大 传出了消息 哈宾大成功研发出 真空用的超高精度激光干涉仪 其位移分辨率是5PM 位移测量标准达到了30PM 一个PM是10的-12次方米 这个精度就高了 同ASMO公司的最高水平接近 可以满足EUV真空双弓箭台 对激光干涉仪的精度要求 有了高精度的激光干涉仪 才能够确保双弓箭台的高精度 也因此 哈宾大于该年融获了 中国光学领域最高荣誉的 金税奖 并且是在金奖名单上位列第一 贡献卓著述 2020年中 哈宾工业大学 哈宾工程大学 被美国列入了实体清单 这两个大学的师生 被禁止使用MetLab软件 MetLab是应用在数值分析的计算工具 可以进行复杂的矩阵计算 微积分计算 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公司 也使用MetLab 哈宾大被美国制裁 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没有一点本事的话 那是上不了美国的实体清单 最后一项是光源系统 这个技术是来自于美国 目前也只有美国做出这样的精度 应用在EUV广告机上 由于光源技术是来自于美国 因此 荷兰ASMO公司也不得不听美国的话 限制对中国的出口 上个月 2023年4月13日 长春光源机所的官网 有一则消息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前院长白春里 在长春光源机所 参观了EUV光源系统 这是很清楚的记载 参观EUV光源系统 一般来说 中国大陆官方是比较保守的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是不会对外公布这样的消息 这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中国外交部 以及军方单位等 在中美科技大战的前提下 大陆官方更是保守 从上述的消息 我们看到了 白纸黑字的参观EUV光源系统 现在是网络社会 白纸黑字的说法 已经不适用了 但我们还是要用这句话 来强调一下 并且在官网上写着 参观EUV光源样机 写得清清楚楚 也就是说 EUV光源样机是做出来了 只可惜 照片上是照着人 而不是样机 这是美中不足 到此 EUV光源科技所需要的三大关键技术 都做出来了 下一步将会是制造整机样机 也就是整个EUV光源科技的样机 这需要多少的时间呢? 快则一两年 或两三年 样机可以做出来 等到样机做出来之后 接下来就是测试 然后进行优化 要确保测试能够通过各项要求 然后对商业量产进行优化 最后是正式量产 按照中国大陆的科研惯例 我们参考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2021年5月 中国大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 这一次的成功是集合了绕行火星降落 然后是驻隆一号火星车成功出门 离开降落在火星的着陆器 这是三项技术一次到位 一次就攻克了三项技术难关 连美国之前也无法办到 第二个案例 2022年6月 中国大陆福建舰航空母舰下水 这是采取了电磁弹射系统的航空母舰 当时有些人质疑说 连美国福特号航母的电磁弹射器 都出了很多问题 难道大陆的电磁弹射就没有问题吗? 不能说是全然没有问题 但是中国大陆老早就开发出了电磁弹射系统 也经过了很多的测试 至少这十年来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中国大陆在军事科技 以及太空领域上的测试 都非常严谨 如果没有相当的把握 是不会对外公布的 也不会将产品或系统推出来 反观美国 这十年来就不是那么严谨了 从更早一点的F-22隐形战机 其测试工作就不是那么严谨 频频出错 我们有一个侧面的内幕消息 F-22的软件与硬件的零部件非常多 以至于测试工作非常困难 有一回 某一项软件工程做完了 也交付了 但是,经过一年的时间 都还没有机会进入测试 因为前面还有很多项测试 需要进行 之前的问题很多 都还没有时间能够结束测试 但是,也不能够就此说 大陆EUV光刻机已经没有问题 可以在三到五年之内量产 因为其中还有许多其他的零部件 毕竟,25纳米的DUV光刻机 是否已经量产 还有争议 据说,荷兰ASMA公司的EUV光刻机 90%的零部件 是向30多个国家采购 要完成如此庞大 多样的零部件生产 也不是一处可击的 还得要观察 不过 4月13日 那一则有关EUV光源样机的消息 被揭露之后 4月17日 荷兰ASMA公司总裁温肯宁 Wen Niki 他说 翻译一下 他说 中国的自然光刻机 正在摧毁全球芯片产业链 温肯宁这句话没说错 我们开头不是说了吗 这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 是致命的打击 因为 这是从光刻机 到半导体设备 再到芯片的设计与制造 都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全球芯片产业链的版图 肯定会重整 而且 打击面非常广泛 除了美国的芯片产业链之外 第一个冲击就是美国在去年打造的芯片四方联盟 包括了台积电与三星 第二个打击的对象是欧洲的芯片产业链 芯片四方联盟是属于美方阵营 连同欧洲的芯片产业链都会受到严重冲击 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冲击 因为一旦中国做出来了 就再也不需要其他国家 其他厂商的技术 或是说需要的地方很少 当然 就像是十年前 第一次传说中的中国有东风反舰弹道导弹 可以打击美国航空母舰的时候 许多人还是不相信 认为这是谣言 是中国大陆蓬风吹牛的说法 但是当中国不仅仅只有东风21D 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又陆陆续续问世了东风17 鹰级21 东风27反舰导弹的时候 这些质疑的声音就越来越小了 现在不要说正式的媒体 就连网络上的质疑也减少很多 既然UV光核科机三大关键技术都做出来了 距离正式生产就不会太远 保守一点估计 我们就说十年吧 最快五年 在这期间 该干嘛 该准备的就准备 该出托的就出托 省得到时候来不及了 最后 请大家检查一下您的订阅 并且点击视频下方的连结 我们开设了第二频道 风云战略阳风 新视频是要开拓新的观众 大家仍然可以留在原来的频道 没有改变 如果方便的话 也请大家订阅新的频道 一方面是支持 二方面是以备万一 最后 为了确保您顺利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请大家 一 订阅 二 打开小铃铛 打开所有的通知 谢谢大家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阳风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大家订阅一下 可以订阅一下 打开小铃铛 请大家订阅一下 am量 入口 即便 请大家订阅一下 帮助 撤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